天零零,地零零,红豆冰加冰淇淋,哎呀! 你一定以为那帅气的人是我? 成年搞事混黑道,见人就欺负 其实不是,我...才是这位 眼不见眉睛,先走微妙 没错,这就是我 胆小怕事,怕惹祸,怕麻烦,怕被打 与我无关的事,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啊 正所谓,明以时为天,游戏大过天 至于家务嘛,我不曾为妈妈分担过 即使她生病了,我还是专心玩我的游戏 又到了上课时段,让我来给你们预告 旁边那位小姐姐,一定会跑过来问我问题的 来了来了,你看你看 那么简单的数学也不会做 唉,真是无药可救 那些简单,能够帮助别人的事 我都不愿意去执行,更别说是体恤别人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报告还没完成,所以... 你现在是想怎样,要害到我们全部不能毕业是吗? 就算走在路上,看见小偷出没,我也依然选择修手旁观,视而不见 看见有足同学,被欺负时,我的选择并不是帮助,而是一同嘲笑他 只因为文化差异,母语不脱,而去排挤,鄙视他人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我还是个自以为是的人 对于他人犯错,我永远都是选择先破口大骂,即使他只是个新手 身边越亲近的人,越是容易被忽略 我,习惯了无视妈妈的来电 妈妈的叮鸣,雨唠叨 那晚,妈妈打电话来,催我早点回家 但,我嫌她烦,所以决定不听她电话 外婆的那一通电话,让我的人生从此有了转折 我还来不及道谢,还来不及拥抱,还来不及表达我心中的爱 给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你 妈妈车祸时,手里握着的是,要送我的生日礼物 通讯录里,最后一通电话,也是我 是我刻意不接通的那通 为什么人,总是要等到,经历过,失去过,后悔过,才懂得珍惜 彷徨和无助,崩溃的那一瞬间,像是世界末日一样 但,曾经被我伤害的人,却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伸出援手 那天,谢谢你 哦,没事,只是刚好路过而已 我之前那么对你 行三好嘛 三好 好 我愿做一根蜡烛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我愿做一根蜡烛 我愿做一根蜡烛 才会时间 成天美丽 我愿做一根蜡烛 照破黑暗 赤影光明 我愿做一根蜡烛 我愿做一根蜡烛 吃饭夜猫 明路人 我愿做一根蜡烛 我愿做一根蜡烛 在线尘里 给人智慧 我愿做一根蜡烛 我愿做一根蜡烛 大地 不再纵深深长万物 我愿做一根蜡烛 turn of us 照破黑暗 世�光明 我愿做一根蜡烛 十分掩 оно 薄却 一物烛 我愿做一等蜡烛 彻彻彻彻彻彻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何一方大地 不再纵深 成长万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